好 来 我们看一下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啊 只是让各位小小也把它玩了一下里面的一个指令功能而已 那当然如果假设 假设你把它复原 因为各位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异化的功能了 听懂吗 本来已经我们已经脱离那个指令了 已经出来已经完成了 如果你想让复原 在我们的PoShot里面 复原不是用Ctrl加Z 一般我们熟悉的Ctrl加Z是复原 知不知道 在PoShot不是用Ctrl加Z那个去复原的 这边啊 各位你看一下 各位记得 以后只要在PoShot里面 你要复原的你的物件的那个步骤 麻烦你到视窗点一下 各位你去把这个步骤记录打开来 步骤记录它会记录你的 它大概会记录到2到30个步骤 按一下步骤记录 其实我们现在也只有做两个动作而已 各位你看我们打开了以后 把档案打开了以后去做了异化这个效果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等下来跳过滑滑风 那都只是异化的一种功能而已 好那如果你想回到原来的样子 那你就把这个 这个步骤就不要了 我们就回到上一个步骤 上一个步骤就要开启 然后按一下开启 就回来 就回来 有没有 啊你看不好 这样比较不好看 这样比较好看 啊 这样 好了好了 我的审美关有问题 这样好不好 我们还是回来 还是回来 因为在座都是 都是那种 火爸的这个拥护者 好 来 所以你往回点 就代表底下这个步骤就不要了 这样同意是吧 所以如果你有要复原的 你可以能打开步骤记录 然后你往上点 它就 你往上点就代表底下的步骤就是不要了 这样同时 以后再播一下 复原就是用这个步骤记录 你笔记本自己记一下 好那么呢 我们萤幕还给各位 你可以把步骤记录打开来 所以通常我们在用播一下呢 步骤记录是一定会开启的一个画面之一 因为你有时候 做错了或是觉得不喜欢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回复一下 回复一下 嗯 谢谢大家